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指与无明指开端缝隙明显 四指中端褶皱比较明显 一般代表早运艰辛 起伏波折 早不余前 好在龙肠虎短 衣食无亏 经过不断打拼 水到渠成 风足衣食 二 右手天文尾端分支与地文和人文相交 据于一点 形成类似的找字文 这种手文一般任劳任怨 持家之道 明显 玉柱纹相对清晰 由掌根底部延伸 穿过人文和天文 到达中指根部 一般先苦后填之下 进入三十岁以后 事业财运会更进一步 掌内生命线与智慧线 以及玉柱纹组合而成一个封闭的三角纹 三角纹出现在这个部位 一生钱财不断 衣食无亏 古有手有三角 穷不过五之说 意思是说三角纹出现在手上 富贵有望 一生钱财不断 待到二十五岁或者三十五岁岁左右容易发福发贵 感情线深长 底端有些分支 代表婚姻上三十岁之前容易分歧 夫妻之间是非多 三十岁以后 情感会逐步稳定 智慧线短 并且稍有分支 学业不佳 并且注意脑疲劳 实际辅主十七岁下学 最近几年老是出现偏头疼的现象 长色红润 一生不断钱财 运势上升之下 地文明显分差 一般不利母或者母亲身体不好 三 结婚线两条 长短不一 并且有分差现象 代表婚后 夫妻之间意见分歧大 实际夫妻结婚 时有争吵 目前二女一子 但是进入三十二岁后 不会有太大分歧 四 左手三角纹明显 玉柱纹穿过人文和地文二线 先苦后填步步登高之下 首相中三角纹由生命线和智慧线 与玉柱纹或者其他纹理组成的三角形图案 此纹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 金钱运相对不错 运势强盛 非一般常人能比 素有手有三角 复道九十九之说 第二 发大财首相 手握金锈 必赴长寿 一手相中金锈纹 又名太阳线 位于无名指下与玉柱纹平行的一条直线 有此纹之人 性情开朗 悲观心灵手巧 有钱财积存 有口福 钱财 不识 有遗迹之长 不管男女容易外出闯荡开展而取得财富 此文成 现容易有桃花和外遇 二 金锈纹直而且伸长 从无名指下的昆宫起 直身沿道前宫或砍宫 这类人是有勇有谋 恒心屹立足 为出色的指导人物 为官或经商街 有力 三金锈纹垂直而闻身者 学习才能甚佳 聪明过人 眉身眉秀 一表 人才 女子特别秀丽 对美剧有鉴赏力 以致有艺术才气 合适从事 文艺或艺术工作 特别是创作 并因而得名利 早年艰辛 但能打破仗 爱成 中暮年名利双收 四金锈纹呈现导文 有是非 和官司有关 若呈现在感情线的局部 代表为了异性出情况 五金锈纹表示位置 名声以及财运 这条现场的话 将是重于位置矣 即名声 不一定跟财运有关系 但是 名声与钱财是一体两面 想必 金钱运也会很不错 六金锈纹分支 代表能创始多种事业 并都运营不错 六锈纹旁边有 同样的纹路 代表有贵人相助 七点六锈纹断断续续 代表运势起起伏伏 六锈纹呈现导文 表示有是 非 官司缠身 导文呈现在天文穿插处 表示是为了女色而招致是非 事业失败 六锈纹有横切纹 代表障碍 若有四方行文 维护文 代表此时比你顺利 八 手相看事业财运及富贵水平 离不开详细的形体 文理 符号 假 如手行得体 事业线明晰直上 长色红润 事业稳定财运相对不错 富贵之下 一个人富贵与否能够经过这些部位能够看出来 九 女性左手断掌 意味着掌财库丰盛 生来就有赚大钱的才能 脑筋 聪明 比男人的胆子大 拿手考虑和实践 一辈子荣华富贵牢靠双手 取得 左手断掌的女性 也不简单为情所困 日子安闲 尽管简单晚 婚 但注定能和最适合自己的男人成家 既有财源又有情缘 终身美 好 多金偿命 一般这样的女人财运非常好 这手相都是聚财的 不仅财运非常好 而且事业上升得比较快 以后会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就 婚后会给 夫家带来很大的财运 婚姻状况幸福美满 望夫手下 注定会是一个非常好命的女人 时拥有金花印文的人 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 尤其是享社会名气 受人尊敬 女子一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 十一 米字文又称为荆棘 G文 在手掌上有三条或三条以上短短的文 现交叉而成 其意义也是根据出现在手掌上的部位 而各有不同 在金 星秋 木星秋 水星秋或掌心上出现时 均代表着不错的偏财运 容 亦获得横财 外财或意外之财等财富 十二点十字文出现在财博宫下位 代表此人财运来得很晚 往往是等到 年老才有一定小福贵 年轻时候多数运势不济 即使聪明有家 也是郁郁不得志 但是这样的十字文预知能力也破强 只是不在财运上 相对而言 做他的家人会更加幸福 事事都会为家人着想 家人或者自己有劫难时能够及时预知 逢凶化吉 逃过结束 十三 这位女士的手相上涨下后 拇指显现横财纹 即将走偏财运 有意外财富将至 女士的生命线较弱 恐怕体质上较差 且整体匮乏 平常要小心骨骼和气血方面的健康问题 另外 事业上三线交叉 主 线不太明 必然有多次改行运 可多做投资 再说 女士的无名指下 还带有创造文 女士应该是从事脑力工作的 这个对于你的投资财运 也有好的预示 第三 一生气很容易失去理智的人面向特征 一生气就爆发失去理智 一些人的脾气激烈 一旦生气就容易失去理智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影响到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 这些人通常有一些面向特征 值得我们了解和注意 首先 这些人的眼神通常很锐利 他们的眼睛深邃 晶莹剔透 看起来很有力量 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 当他们生气时 他们的眼神就会变得非常尖锐 几乎像是在射击一样 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其次 他们的嘴巴通常比较厚 而且嘴角向下 当他们生气或烦躁时 这些嘴唇会变得非常紧张 甚至会出现皱纹 这些特征意味着他们很 难隐藏自己的情绪 一旦生气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最后 他们的眉毛很浓 经常皱着 当他们生气或紧张时 这些眉毛会变得更加浓密 皱得更紧 让人感到一股强大而压抑的力量 这种特征显示了他们内在的紧张和烦躁 最后 这些人的脸通常比较宽 他们的颧骨宽阔 脸型无论是正面环 是侧面 都显得很有力 这种面相特征通常意味着 这些人具有较强的 意志力和决断力 在面对这些人时 我们需要注意他们的情绪变化 以尽量避免冲突 我们可以试着倾听他们的想法 帮助他们缓解紧张和烦躁 与他们交 留时 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语气 以免激怒他们 总之 面相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而这些面相特征通常意味着 一个人很容易失去理智 了解这些特征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这些人相处 避免激化矛盾 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四 一生欠缺财运手中无财的男性 有哪些面相 无财的男人 面相是人体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德利 史和文化中 人们一直相信面相 能够揭示一个人的性格 命运和财运等信息 虽然现代科学并没有完全正明面 相与性格 命运等之间的值 皆关系 但人们对面相的关注和兴趣 却从未减少 在德文化中 相 由新生 讲究天 地 人三合一的和谐 面相是脾气和俘虏的表现 可以初步识别一个人的性格 身体状况以及财运等信息 那么 以一生欠缺财运手中无财的男性为中心 我们该如何识别他们的面相呢 一嘴唇干燥 男性面相中 嘴唇干燥的情况比较常见 这种面相通常表明 这个男人比较有冒险精神 容易冲动 经常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同时 这种男性也比较忽略金钱管理 容易一夜暴富 也容易亏空一夜 这些都是导致一个人财运不佳的原因 二 眉毛稀疏 男性的眉毛常常是面相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稀疏 那么他经常会在财务上存在瓶颈 这种男人的财运不是特别好 可能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足够的钱 这种面相也意味着这个男人比较 消极 不够积极进取 三 眼睛呆滞 另一个常见的男性面相是眼睛呆滞 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表现出呆滞的表情 那么他通常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很紧张或者忧虑 这些情绪状 太可能会导致这个男人在财务上遭受损失或者错失良机 这种男人的财运通常不太好 因为他们总是缺乏自信和抉择能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